字幕提供遊戲的新資訊 以及直播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魔人 今天跟大家搶先玩這款《天命三國字》 這款遊戲屬於一款 全民三國卡牌手遊 遊戲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大家現在也看到了 就是林志玲飾演的女神角色 故事的背景很簡單 就是不斷的戰火連天 令到民不聊生 在這時候 我們的美美女神林志玲 終於出現舊世界了 我們也可以重返三國逆天改命 先說一說預約福利 非常豐厚 我們拿完之後 會看到有代金券 這個代金券是可以在遊戲中 真實用到的遊戲貨幣 稍後跟大家玩玩吧 大家參加預約會送紅象的小喬 除了小喬之外 也會送紅象的關羽 全部都是參加預約就送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輕鬆地組成一隊好隊 還有開服獎勵 七天會送趙雲 大家一直做任務就可以獲得趙雲碎片 然後直接可以拿趙雲來使用 正式跟大家說說玩法吧 主線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九宮格 我們可以拿出武將來使用 選擇小喬 還有關羽放在前面 然後呂布放在後面 趙雲做前鋒 再加多一隻呂耳靈 我們就用這個陣容出征吧 有一個小技巧就是大家可以按右邊的連葵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武將組合的技能 是否正確 越多連葵就當然是越厲害了 好 我們正式來開戰 嘩 一開始彈一隻呂布出來 真是帥氣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右下角有一個自動的 當我們關掉的時候 左邊我們可以按出武將 儲滿這個技能欄的時候 直接可以開技 武將的效果也非常漂亮 青龍聖斬 嘩 三條栩栩如新的龍 趙雲的七進七出 嘩 傷害很高 主線方面 其實它的劇情也非常多 當然大家可以慢慢欣賞 如果你想快一點去衝擊等級 也可以跳過劇情 這個就自己選擇了 製作組也挺有心的 可以每場一開始就看到敵將的資訊 我們就很容易欺負她 又或者知道敵將的技能如何 從而令我們更容易過關 讓大家看看 美女助威這個功能 可以幫助主將的攻擊力極限提升 大家記得用預約送的代金券 遊戲中有代金券相成 進去 簡直可以換一些 很稀有的武將 就像大家現在看到我一樣 直接換一些碎片可以製作武將 當然裡面還有很多稀有物品 所以大家記得 預約就有這個代金券 我們換完碎片後 直接開啟這隻橙象豬賢 當然還有一隻是情譜 可以幫助它升星 所以剛才跟大家說了 這個代金券真的很好用 有魔人的地方就有抽蛋 我們直接來抽一抽 看看運氣如何 可否抽到一些好的隊伍 嘩 嘩 這麼快 又有一隻豬賢 我們可以幫它升星 好 再來看看會中什麼 喂 這隻是紅象 曹碑 我想我也可以組成一隊好的隊伍 好 三十年抽又會中什麼呢 來看看 嘩 橙象的章包 也不錯 再來 多10抽 有隻橙象的徐勝 好 再來 嘩 是金象呀 呂布呀 型到爆炸 我們再來抽一抽 看看會中什麼 嘩 這次 嘩 真棒 劉比呀 紅象 劉比一定厲害吧 是否這樣說 不過我們待會再分析 我們再看看 朱賢 也不錯的 那我們就拿來升星吧 好 再來10抽 嘩 這隻是曹菱 也是紅象 我們再看看10抽 嘩 醬包 之前中過了 咦 嘩 又一隻金象呀 這個是呂爾玲 嗯 呂布應該可以跟呂爾玲組組吧 好了 我們抽了這麼多武將 當然要看看我們可以玩什麼流派 其實一共有七大流派 我們應該可以玩破軍組合 大家也看到了 有關羽在這裡 關羽我想大家都有 所以這個組合應該是容易的 再看看貪狼 貪狼我簡直可以組 為什麼呢 又是有小喬 我們本身已經有了 接著再加上孫堅 恩姬 魯叔 以及張國已經完美地組成這隊的貪狼組合 我們再看看 金象趙雲屬於天剛 基本上他組什麼隊都算是強的 我覺得比較百搭 我們也可以看看星象方面 每個不同星象 他打出來都是有不同的傷害 例如七殺就可以燒到敵人 然後破軍可以暈到敵人 貪狼就可以去冰凍敵人 最後天剛簡直可以禁錮異常狀態 我們攻佔城池的話 有時候需要繞過不同的工會 去佔領一些城池 當然這就是我們戰力較低的情況下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正面交鋒 這就是關於我們軍團的事件 我們軍團越多人 我們的工會越多人 我們簡直可以剪握別人 當然就是爽快 每個城池或每個板塊 都會有不同的特產 大家可以按進去特產看看吧 也可以看看城池的特產 可以看到有些是元寶 有些是令箭 有些是補償或是拜鐵斧斧等等 所以這遊戲攻城和軍團一樣重要 城戰這個玩法真的超級爽快 大家可以約會 所有戰友一起出擊攻城 當然啦 對方也可以守城 現在我們派隊伍出去 我們可以派全獄城的隊伍 一直衝過去敵方的陣地 現在大家只能看到我自己一個攻城 但如果大家約了一群盟友 百多隊軍隊一起去攻城 畫面就很虛陷了 我們愛江山也愛美人 遊戲有真人紅顏系統 大家到了55級的時候 就可以召喚紅顏出來 我自己親密到剛剛舊 就可以看新影片了 不過這些都留給大家自己玩吧 大家如果覺得這遊戲不錯 不妨下載天命三角節吧 一起拿金像趙雲闖蕩三角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下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到這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 毛巨大陣